您好,又到了咱们每天书馆聊天的时刻了,今天咱们继续聊藏传佛教的故事,我还是得把我这话说的前头,咱们说的是故事,本人是记不通这个显密佛法,所有关于藏传佛教的佛法理,咱们在这儿是一律不讲,为什么呢? 因为能力有限,再者呢,也怕招骂,咱们讲的呀,都是从历史书上抠出来的,都是一些呀,关于藏传佛教有关的故事,历史故事,那有人就说了,你讲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豆发,乃至啊,这个牛魔王的灭佛,这也是历史故事吗? 哎,这也是历史故事,都是所谓西藏的史料当中反映出来的,所以说这里边啊,只有故事它没有佛法,还烦您呢,听完了以后啊,不要因为这个佛法理论,您认为我呀,不通,然后呢,您就这个张嘴开骂,这没道理这个,咱们开篇的时候我就强调过了,咱们只讲故事,不讲法,哎,其实啊,也不光是听乎误会,这平台也误会, 这百度就说了,百家号说我呀,有一集啊,不能播出,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啊,我想大家推荐了佛教的书籍,所以说以后啊,这个资料分享发邮箱这种事啊,哎,咱们就不干了,得了诉两句苦之后啊,咱们继续讲故事,今天咱们不是约定好了吗?咱们要讲一位啊,藏族的民族英雄,那具体他是不是民族英雄呢? 那咱们听完书以后啊,我想每个人心中啊,都会有个公断,哎,到时候呢,您自己去体会吧,那具体是什么人什么事,咱们还是得啊,故事里慢慢的把它体现出来,把它带出来,咱们不能啊,开把上来就讲,那样不是就显得愣了吗?那咱们从哪儿讲呢?咱们呀,得和上级接上,上级咱们聊的是朗巴马灭佛,哎,就是牛魔王灭佛呀,那有人就说,怎么着,这藏传佛, 这藏传佛教里边还有牛魔王,你真能瞎掰,哎,那您要这么说呢,您就看看去,看看这藏传佛教的堂卡里边,有多少啊,这个画着牛头的愤怒像,您就知道这藏传佛教到底有没有牛魔王了。 朗巴马灭佛以后啊,这个吐蕃王朝就宣布了吐蕃瓦解了,哎,他被这个僧人射死以后呢,他的儿子呀,自然应该继位,但是乱就乱在呀,这朗达马死的时候,很年轻,他有一个长子,是大夫人呢,领养的,他的次子呢,在小夫人的肚子里还没有出生。 后来呢,这个大臣和贵族就拥立这两个王子,产生了矛盾,哎,这吐蕃就分裂了,这大王子最初啊,还在拉萨,后来啊,没想到,这西藏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奴奴起义,史称啊,叫反上之变,这朗达马的长子啊,也就是这个大老婆的过继子啊,哎,叫永丹,永丹一致呢, 就出走到了青海和西藏的边界地方,后来呢,虽然回到了卫藏,但是也没在拉萨站住脚,这只贵族呢,就来到了山南地区,盘踞在了桑耶寺,那另外一方呢,另外一方啊,是小飞,淡下的是朗达马的亲生子,名字啊,叫做沃桑,这沃桑啊,带领了自己的亲信家人呢,就逃到了阿里地区,在阿里地区就建立了, 古阁王朝,这古阁王朝啊,分三部分,哪三部分呢,盲御象雄和布让,就这样呢,这吐蕃王朝解体,哎,这佛教就再也没兴盛起来,按说啊,这本教应该借此时机就杀回卫藏,可是呢,令人这个吃惊的是呢,这本教并没有杀回来,其实原因也很简单,人家现在住的那个地儿,传法的那个地儿啊,无论是居住环境和传法环境,都比这个卫藏地区好多, 多了,所以人家不回来,那么时光荏染,岁月如梭,呲愣一下子呀,时间就跑过去了,跑过去多远呀,大概呀,是公元970年,这赞谱啊,虽然分裂成两支,但是已经过去六代了,按照西藏的史书上啊,是这么说的,这灭法已经六代了,已经混乱了六代,黑暗了六代, 所以呀,我们现在还要重新的修习佛法,无论是桑耶寺一边啊,还是这个古歌王朝一边啊,都有这个想法,那咱们先说说呀,这个桑耶寺这边,这桑耶寺啊,现在的寺主,说是寺主啊,其实寺里边也没有和尚,没有法, 那现在这寺主是谁呢,是永丹一系的第六代传人,名字叫做依稀金赞,就在这个970年的时候啊,他就琢磨了,得派出人家去学法去,他派出人家去哪儿学法呢,他知道啊,在青海还留着一只藏传佛教的种子,在那儿啊,还有一位藏传佛教的大师,哎,这位大师的名字叫穆苏塞巴, 关于这穆苏塞巴啊,咱们上集聊到过,哎,只是提了一下,说他呢,是这个藏传佛教在灭法以后的佛教啊,流下的种子,因为他的师父啊,是三位在这个卫藏地区逃跑的高僧,为了避开朗达马的屠杀呀,这三位高僧啊,是从啊,现在的新疆地区,哎,当时缠回控制的地区绕过来的,实际上这也很危险,您琢磨起吧,这帮高僧啊, 竟然冒着这么大的危险,从那个号狗圣战那群人所居住的地区跑过来,可想而知啊,这朗达马呀,比当时的禅回对佛教徒还要狠,再说一句啊,这禅回也不是骂街, 这清朝的时候,见识比较短,政府把这个回民分两种,咱们现在所说的回族呢,因为穿着打扮啊,和汉族人基本相同,所以呢,这政府称呼他们为汉回,这新疆的回回呢,都是用布缠着头,所以叫做缠回, 所以说呢,这缠回这句话呀,那不是骂街,您也别再用这事了,吃对我,这三位高僧啊,从穆斯林地区绕了一个大弯,来到了安多藏区,躲避了这个朗达马的追杀呀,才能安心的传法, 怎可惜呀,这老哥萨呀,后继凋零,只传了一位弟子,这个弟子啊,就叫做穆苏塞巴,派到安多地区,也就是青海地区去学法的这位弟子啊,叫鲁梅,那这个鲁梅呢,就像藏区的一位玄藏法师一样,把这个佛法呀,从青海又带回了西藏,那自此呢,这个卫藏地区就又有了佛教,不过从这开始啊,也涉及到一个绿学问题了, 听着名字啊,挺乱,什么上派绿学啊,前期绿学啊,都是只有上半句,没有下半句,这是为什么呢,因为啊,这帮人呢,都小心眼儿,他们把自己所传的佛法呀,或叫上派,或叫前期,那这是为什么呢,实际上啊,就是怕吃亏,他们啊,都知道,这大成小成之间呢,就吃了名字的亏了,这小成佛教先起名字,他非起个小成, 这大成一看,耶和,那我跟你这个理论不一样,那干脆我这就是大成经典,传法的时候啊,什么信徒一听啊,自然就都跟着这个大成跑了,还没理解这个佛法教义呢,光听名字,就办了那头了,哎,这评书门啊,有这么一句话吗,就是加个大呀,他显着酷, 这侠客前边得加个大,叫大侠,这个法师前边啊,还得加个大,叫大法师,哎,您就记住了,这鲁梅啊,传回来的法呀,是在安多地区,所以呢,这只法呢,您可以就认为,它就是安多律学,您读书的时候,什么上派呀,什么前夕呀,这都不重要, 这鲁梅啊,把佛法抢先一步,又传回了魏藏,他占了一个仙手,所以呢,他弟子众多,他跟外人一说呀,说就夺着弟子啊,哎,他有四粮八柱,三十三元,哎,他这话的意思是啊,他的弟子像建房子的购借一样的多,咱们前文书交代过,这藏族朋友啊,是喜欢在名字里边啊,加这个大数字的这么一个民族,哎,在这儿呢,也是如是,实际上,四粮八柱,三十三元, 有多大呢,稍微的了解,咱们民族建筑的人呢,就能知道,其实这句话,说的只是三间房,中国的房子,跟洋人的房子不一样,洋人说有多少间呢,那你就数去吧,里边有多少个屋子呀,就是有多少间,中国呢,不是,这一架大梁啊,是有两根柱子织起来的,哎,这北方人叫陀,这一架陀呢,织两根柱子,那么这个四粮,就是四架陀, 那就需要八根柱子织,中国人认为啊,这两个柱中间算一间房,您想想四道梁,那不就只能出三间房吗,普通的华北地区农村呢,都是五间房,也就是说呀,您要是在过去,在华北地区,您就只有一个四粮八柱,三十三元的房子,您的儿子呀,都不好找媳妇,得累咱们呀,勾回来接着聊正文, 总之啊,这鲁梅这一派呀,弟子是不少,刚才咱们说了,山南地区那边的老大呀,就是驻扎在这个桑耶寺的寺主啊,叫伊西兼赞,哎,那现在古歌王朝这边的老大是谁呢,这古歌王朝的老大,可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主角了, 这位国王啊,叫伊西沃,这位伊西沃呀,是虔诚的佛教徒,虽然自己这会儿啊,佛法僧都没有,但是他心里啊,有坚定的信念,他清楚自己的祖先呢,是曾经重佛的国王,他信心不念的就是啊,什么松诞干部啊,赤松得赞啊,赤祖得赞啊,等等等等,这些弘扬了佛教的老祖宗,所以啊,他也发现了红篇大院, 一定要振兴佛教,那这个伊西兼赞派鲁梅啊,去这个青海的丹底地区去求学,哎,那这个伊西沃知不知道呢,他知道啊,不过呀,他不着急,为什么呀,因为他处在的地理位置啊,有先天的优势,这阿里地区啊,哎,翻过山去,那可就是克什米尔地区,再一会儿啊,这个地区啊,佛教非常兴盛,是一个古佛国,这国家的名字啊,叫 加什米罗,于是呢,这伊西兼赞呢,就派出二十一个留学生,二十一个精壮少年,到那去求佛,可是啊,还是架不住山高水长,路逐艰辛,最后啊,学成归来的,就两个人,一位呢,就是大师啊,仁清桑部,另外一位就是大师雷弼喜饶,这二位啊,都是后来藏传佛教最大的翻译家,主持翻译了不少佛经,尤其是啊,这仁清桑部,他十三岁, 十三岁就出家,最起码说这哥们身体非常好,他一共啊,去了三次克什米尔地区,广市啊,传授他显密佛法的大德高僧就有七十五位,那句话怎么说来着,孔子弟子三千,闲事者七十有二,也就是说啊,这孔子啊,这弟子里边有七十二个出来拔萃的,您看那个,仁清桑部没有, 人家不一样,人家啊,有七十五位大德高僧的老师,一个博尔生导师啊,带萨博尔生,哎,人家这不一样,人家这个是七十五个博尔生导师带一个学生,那您想想,这仁清桑部的佛法,他了的吗? 了得不了得啊,今儿的主角也不是他,咱们继续说啊,咱们要说的这位民族英雄义西沃,这位义西沃啊,他觉得他吃亏,他吃亏在哪儿呢? 他觉得他这儿啊,没有寺院,即便建了寺院呢,也不是正根,咱们都知道啊,那桑南地区的桑耶寺那是正说,没办法,谁让那个地盘不是咱控制呢? 于是啊,他就仿效桑耶寺建立了托林寺,哎,这座寺院还在,这座寺院啊, 就在现在的阿里地区的闸达县,那这阿里地区呢,也算有了律法了,我们称这支律法呀,可以叫它为这个阿里律学,哎,这样呢,或是那个以人称,或者以地称,咱们就没有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了,这伊西沃呢,活的时间比较长,控制王权也比较长,在这期间呢,他觉得对这个佛法的弘扬啊,还不够,广是派留学生啊,不行,他还要请一位大师啊, 来传法,他要请哪位大师呢?他要请啊,这著名的阿底侠大师,阿底侠大师啊,这会儿出家在印度的超严寺,佛法无边,非常著名啊,这西藏的历史书上啊,说这个阿底侠大师啊,是第二佛徒,那这伊西沃的心里明镜似的,要想请阿底侠大师来,那需要大量的黄金,但没有那么多黄金呢, 那就只有去抢,本来呢,这伊西沃呀,已经放弃了这个王权了,把自个儿的这个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,弟弟死后呢,又传给了自己的侄子,这伊西沃呀,出家了,不过呢,这会儿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, 又披上了战甲,带着自己古阁王朝的士兵,到周边的小国啊,去抢夺财物,抢夺财物的目的,就是为了搜集大量的黄金,来请高僧到古阁王朝来传法,那要是说,你还说这种人是民族英雄是吗,这不怎么样,这个呀,您别着急,咱们继续往后听,这抢来抢去呀,这率兵啊,就抢到了这么一个小国,一个伊斯兰的小国,在哪呢? 在这个西藏啊,和新疆的交界处,这个地方的名字呀,叫嘎洛,这嘎洛不大呀,那儿的人能争惯战,您想想这穆斯林呢,哪快马弯刀立开去了,披着趴他一通打呀,结果这伊西沃没打过人家,不但没打过,还是抓了俘虏了,那这嘎洛的国王说,我听说你这伊西沃,你个老小子,你最近你没干别的,你竟疯狂的抢钱了,那我问问你,你愿吗? 我愿意举国呀,都信奉我伊斯兰教啊,这伊西沃一听啊,不漏脑袋,不行,我虔诚的佛教徒,我不能改教叛教,我是佛教徒,不能信伊斯兰教,我的人民也是一样,这嘎洛的国王一听啊,说行,你够嘴硬子,你不是有坚定的信念吗? 那得,那咱们呀,就这么办,先给我关起来,让他们这个谷歌王朝拿钱来赎,于是就把这个伊西沃就关进了地牢,然后向这个谷歌王朝就派出了使者,说如果你们要想赢回你的老国王啊,那就只能有一个办法,拿金子来换,那这个谷歌王朝说我们愿意换,那得拿多少金子呢? 这嘎洛的使臣呢,就伸出一个手指头,那现在这谷歌王朝的这个国王啊,是这个伊西沃的侄子,这大侄子就问,那是一百斤还是一千斤呢? 哎,这忏悔使臣啊,啵愣啵愣脑袋说,嗯,不是,是一个人那么多,就是啊,化成金水啊,浇成金人,跟他那么大就行,那这下的麻烦了,您说这个伊西沃他再胖,哎,就算他是个二百斤的大胖子吧, 那也无非就是二百斤的黄金,那要是跟伊西沃一样的那么一个金人,那得多重啊,这多重啊,我还真猜不出来,但是您听说过没有,寸金寸金呢,一寸建方的一块金子,那可就是一斤,那说这一斤呢,那可不是十两一斤,那是十六两的一斤,那这一个人那么多的黄金,那得多少斤子呀? 那没办法,这新国王一想啊,现在老国王,我的大爷,在人家手里呢,人家要多少得给多少,于是凑金子吧,凑来凑去呀,总凑不起,那差多少呢? 差一个人头那么多,那拖的时间长了,又怕嘎罗这边把他大爷杀了,于是赶紧拍使者,一呢,是跟人家国王解释解释,二啊,是尽得天牢里边去安抚安抚咱们这老国王,这使者见到了伊西沃之后,把这些情况一说啊,这伊西沃一听就急了, 说这金子千万不能给这群缠回,如果我们要是真的付了钱,把我赎了回去,那有什么用啊? 咱们就再也没有钱呢,去请阿底侠大师了,传我发指,哎,这老皇上说话,那可不得是发指吗? 哎,传我发指,回去跟这小皇上说,哎,千万别拿出钱来赎我,把这钱拿出来去请阿底侠来咱们谷阁王朝传法, 那这使者也是含悲戴累,把这个消息就传回了谷歌王朝,这国王一听啊,也只好按照这个老皇上的意思办了, 派人呢,拿着这些黄金到超颜寺就去请阿底侠大师,结果这伊西沃就被处死了, 阿底侠大师来没来怎么来的,咱们先暂且不提,咱们先说说这伊西沃,这伊西沃坚定了自己的信念,并没归佛信奉伊斯兰教, 那么这意义又是什么呢? 您想,您仔细品,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所有水源地被穆斯林控制了, 那将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,往山来啊,得子人太多,会招事的,我不聊了, 您就仔细想想,单凭这一点,这伊西沃是不是咱们的民族英雄? 如果当时阿里地区被伊斯兰教占领了,那今天整个中国大格局都会可能改变的, 所以在我心里,伊西沃坚定了自己信念,挡住了伊斯兰教的东亲, 那我认为这就是民族英雄,说这句话呀,我还不怕那些跪教的哥们不爱听, 那这伊西沃死了,阿底侠来了,明天呀,咱们就聊一聊这位阿底侠大师, 您早些的,咱们明天见。